在尔塔前封阿斯帕斯在接受阿斯堡的采访时表示,我知道黄马之前对我有兴趣,C罗的金球掩盖了黄马太多的问题,你刚刚获得谢甲月最佳提名,能够获得提名是我的荣幸。 感谢队友,我们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有了改善,是他们帮助我获得提名的,你感觉到球队变强了,进几场比赛我们变得更好了,不过我们还能够变得更好,因为我们拥有这样的实力,洛培特级的下课是否让你惊讶? 足球世界里就是比赛成绩说了算,他们之前确实有很多变化,C罗也离开了,有时候他的进球也带了他们很多问题,黄马没有给洛培吉特时间挂入自己的方式和理念。 不过很显然当你看到黄马在积分榜第八或者第九位时,高层会紧张是很正常的。 凯尔哈尔之前说,洛培特级是他省眼里最好的教练,你喜欢洛培特级吗? 我很喜欢作为教练的他,不仅仅是他,还有他的教练团队,他的工作方式,他的备战方式,但是比赛还是结果说了算,他没有获得好的结果,黄马的要求是极高的,没有C罗的黄马区别很大,C罗有时候掩盖了他们太多的缺陷。 我认为今年他们踢得比上赛季好,没有获得好的结果,是因为C罗之前依靠他的能力赢下了太多比赛,黄马缺少进球,外界有量过他们,应该买个中风,夏天他们找了你吗? 他们没有直接联系我,但是我知道,黄马有兴趣,我不知道两家俱乐部是否有聊过,你知道他们有兴趣,是的,如果他们在找你的话,你会同意吗? 这个情况和之前几个月一样,我的合同没有变,薪水没有变,在俱乐部中的地位也没有变,你觉得自己会在三二塔退役吗?还是有可能离开,足球时间里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,我有四年合同,我现在也很开心,我希望能够尽力去享受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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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